美景当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出游的心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美得让人陶醉 这旅行的忽陀河生态风景区 忽陀河生态风景区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城区北部 依忽陀河而成全长109公里 这里既有结合两岸景观节点、行程及旅游、观光休闲科普养生鱼 一体的大型城市森林公园 也有黄碧庄水库大坝至中华大街 断行程的两湖三湿地的骨架风貌 水源涵养生态保育林、水相依 营造了湿地湖面交映的自然生态大河风光 而城区段从西向东形成七大主题公园 和32个景观节点的生态格局 高城至深泽段则铺出城郊景观特色 打造小水大绿会呼吸的河流 在忽陀河生态风景区 您可以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漫步河畔欣赏两岸美景 感受绿水青山带来的宁静与舒适 无论是水上运动、沙滩玩耍 还是徒步旅行、观鸟赏花 这里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此外这里还有很多有趣的旅游项目 如乘坐游船游览、观赏野生动物 参加生态科普讲座等等 让您在欣赏美景的同时 也能增长见识、丰富知识 对于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来说 忽陀河生态风景区 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 镇定古城西侧忽陀河西段南北两岸 这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址和人文景观 从古代到现代忽陀河 见证了石家庄市的沧桑巨变 承载了中华民族5000年的厚重历史 在这里您可以游览著名的镇定古城 参观华北占领医院品味镇定减脂 雕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感受石家庄市的历史底蕴和地域文化 同时忽陀河生态风景区交通便利 从市中心驾车20多分钟即可到达 无论是自驾游还是跟团游 这里都能让您轻松游玩 尽享美好时光 总之忽陀河生态风景区是一个极旅游 观光休闲科普养生为一体的大型城市森林 园林和天然氧巴适合各种类型的旅行者 不论您是想寻找一片宁静的自然风光 还是想品味石家庄市的历史文化 又或是想给自己一个放松身心的机会 这里都是您不容错过的一个目的地